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叫李慧 我来自内蒙古 素有草原钢城之都的一个城市 包头 我觉得我的性格就像是草原上的一匹野马骑子一样 豪放 开朗 但是不安于现状 五年的憧憬经历磨砺了我许多 它给了我认知的理性 行动的高效 人际的有效和情绪的稳定力 现在我选择从稳定的体制内跳出来 因为我想过一种不一样的人生 我相信有自己的努力 我一定会成为主党一面的职场精英 谢谢大家 我就见你了 幸亏特老师 锦花耶 对啊 警察呀 对 我是交警 交警 对 我第一年是内勤的工作 然后后四年就是调到了外勤 就那个 对对对 我们考大家几个交通常识好不好 好 大家抢答 好吗 我做一个姿势 难一点的啊 别太简单 抢答 有人知道吗 前面停车 从下面走 从下面走 从哪下面走 他说的是地铁的交警 地铁的交警 他应该是后面的鱼贯 不对 右手的吗 后面停车的意思吧 对 陈总答对了 再来一个男的 再来一个男的 这太简单了 谁知道 右拐吗 是右拐吗 执行 执行吧 你呀 讲的就像一灯泡 完蛋 你怎么会想着做女警呢 因为我父亲也是警察 那你是公务员吗 不是公务员 但我是事业编 辞掉事业编出来 家人这个支持吗 不支持 我辞职是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 我提出来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支持 而且我父亲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 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男子主义的人 我跟他在提出来的时候 我说爸我想跟你说的事情 我想辞职 他不容我说第二句 直接就说 行行行行 别人都干了好好就你辞职 掉头就走了 所以这个事情拖了很久 而且我父亲在15年的年底做了心脏搭桥的手术 所以说他这种脾气很暴躁 我不太敢跟他沟通这个事情 那你赶紧跟你爸 因为一说他就生气 那你赶紧跟你爸说两句 要不然你爸得恨上我们了 爸 我知道你和妈妈都是非常爱我的 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不对 我现在选择过我自己的人生 过一个别样的人生 但是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对我有信心 相信我爸 已经辞了 已经辞掉了 这女生很干脆啊 说辞就辞了 不托你带水 来 我们来看一下她的背景资料 这一张主要展示的就是我 关于工作当中有些活动执行的能力吧 中间第二行两幅图片是我们交警 去年新推出了一个APP 然后首当免发 还有事故快处理一些平台 有一些会民措施 然后要求一天必须下载多少APP 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 说模仿深圳的一个快闪 什么叫快闪 快闪就是在商场里忽然间放音乐 然后我们组成一个队形跳舞 你跳了吗 这里面 跳了 你跳舞看看 我跳得不太好 来 你跳舞看看 我是属于用我们的方言讲 你是属于乱语充数的是 混乎 来来来 你好好跳 好好跳 一备开始 就这些吧 我觉得既然来了就要把自己的这种大方潇洒自信展现出来 所以我就拖了鞋大大方方地跳 可能跳得不是特别的标准 特别的好 但是我也尽力去展现我自己的能力吧 这个是我日常执勤的时候的一些形象展示 哇 好帅呀 因为我是外勤 真的是风吹日晒 因为我们的工作是早晚高峰 各要保证一个半小时在路中间 而且是非常规范的执勤 不是说可以随便走动啊 一定要占军姿那样 所以在三九三伏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苦 我冬天站在外面的时候真的是有时候冻得想哭 因为内蒙古的冬天很冷 但我看你挺白的呀 你没晒黑 伊贝斯面膜好用 这广告大得不错啊 你还真用伊贝斯啊 这个我看有些交警啊 在很炎热的夏天还要穿很多 就是还是长袖啊 不热吗 没有办法 这是一个规定的装束 比如说你一定要有警服 要有腰带 然后还要有执勤的几大件 比如说非常沉 比如说执法记录仪啊 对讲机啊 要背很多东西 但是没有办法 也不能穿高跟鞋 因为我们是有一个内蒙古的特色 因为穿的是马靴 马靴 到膝盖的马靴 所以说我现在买鞋从来不买鞋了 我已经穿得够够的 那终于可以穿高跟鞋了 可以抹口红了 可以穿女孩子穿的裙子了 是吧 你要求薪资多少 6K 因为我是从一个职场 从体制内跳出来的 可能只是一个职场小白 你在交警队一个月能多少钱 内勤的时候是两千 但是转到外勤的时候是四千 你的职场技能还是零啊 但是你还比原来的工资还加了两千哦 我觉得可能我原来的专业和经验的能力 不能很好的平移 但是我觉得这些很好的品质 可能会伴随我的以后的职场生涯 是这个理由是吧 对 你做什么岗位呢 我想先从基础的做起 比如说项目助理 活动执行 或者是市场营销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磊 都喜欢你啊 谢谢大家 先生我有才准备了什么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曲 张慧妹的我可以抱你吗 你为什么选择这首歌我要抱你吗 因为他知道我冷 谢谢 他是看到警察害怕 没事 赶紧叫救护车 如果唱到动情处可以跟你合唱吗 非常好 对 因为我是朝阳区小阿妹 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女生二重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可以抱你吗 抱抱 对对对 这是 那个董老师 手上一点姿势都没有 我车里就有这歌天天听 我觉得这姑娘真有本领 她能把那么缠绵翡翠的一个歌 唱得正义凛然 唱警察之歌唱起歌 她很爽朗 很洒脱 这个落落大方的 来 我们先看下小兵的姐 李慧是个兴趣爱好广泛 又自带能量的姑娘 她涉猎广泛 对时尚 搭配 美妆 都颇有自己的见解 和李慧最匹配的老板是 含后化妆品的刘总 看来两位对美的定义 还是很一致的 和李慧最不匹配的老板是 姑娘有鸡奶的侯总 大概是因为两人 涉猎范围的交集太少吧 老侯 你得看看你的微博了 你跟谁都不匹配 你跟谁都不合 既然是我们最匹配啊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在你的憧憬经验当中 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个小细节 就是你们七个人在广州 筹备了一个项目 在这个项目当中 你自己的特长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做一个 落地执行会非常的有效 刚开始是要到这个场地去 搭建场地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摆设 所有的怎么样的规划 有什么样的目的 都是我们一起来 共同想完成的 但是我后期的工作 是给各个地方的支队长 去讲解这些东西 因为他有好多 值得让来参观 你是出主意的 还是执行为主的 想的比较多 但做的也比较多 你从体制内跳出来 你什么时候开始 想要跳出来 在15年的时候 我就想要跳出来 两年了 既然你已经 蠢蠢欲动两年 这么决心地要出来 你为进入职场 准备了什么 我就是平时看了一些 策划成功的案例 说一个案例来听一听 说一个跟侯总有关的 跟侯总有关的 这也是做奶业的 在包头有一个总场 所以经常接触的 比较多一些 也比较关注 然后他对市场的一个 占有在内蒙地区 是非常大的 所以对客户有 对受众客户有分类 比如说老人小孩 比如说他一些 产品市场的分析 所以说其实你并没有去 深入研究过 这个案例当中的亮点 是吗 可以这么说 这也不是个案例 他说的也不是个案例 我所指的是 他既然这么毅然决然 他肯定得有所准备 不打无把握之仗 对吧 各位老板和图类老师 对我都有关于 职场能力的一些考核 我觉得自己在这个领域 是一块短板 所以我可能回答的不太好 李慧 我可以换个角度问你一下 你想做的是策划和营销 你过去做的是交警 从你想做的事情 抛开自己外 你有没有考虑过 从你可以做的事情 开始做起 还能找一份怎么工作 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可能陆地执行 我会做的比较好吧 陆地执行 现在 再具体一点 陆地执行 你司机 行政管理了 那是你的专业 愿意做行政吗 但是我觉得我的性格是 因为我经常会跟各种部门 在打交道 我觉得我更喜欢 去跟人打交道 然后去解决 一些事情是这样的 我可不可以这样的一切 你特别不想干那份工作 想跳出来 对吧 你很决心 就排除法医生 但是你并不知道 你到底想干人 然后进入到职场 完全从零开始 你真的做好了 这种准备没有 我觉得你没有完全做好 否则的话 你不可能在两年 准备跳槽的过程当中 没有做好非常长足的准备 你只知道你不想干那个 却不知道自己真想干什么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他们给你什么菜 你来挑 好吗 第二轮选择 许贺流 还有实践 许贺老师提供十位 我这边给你提供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在我们 HR部部门的助理 还有是在我们市场 做渠道拓展的这样一个助理 给你的稿位可以两个 一个是市场部的活动执行 然后另外就可以跟客户打交道的工作 工作地点在北京 谢谢 同仁堂中国风潮牌 为你提供的职位是行政助理 谢谢 王奇 第一个你喜欢的这个市场营销策划的岗位 我可以提供给你 但是我觉得这个目前来看 不是你最容易入手的 我们行政部门的行政助理 这个岗位其实更适合你 而且薪酬开的也会比那个高很多 这两个岗位都可以给你北京的 谢谢 给你的是我们集团 江峰连锁事业部 商务拓展的这么一个岗位 它里头有市场的职能 也会有活动策划的职能 谢谢 来到我们这个团队之后 可以从你擅长的 并且喜欢的行政 一点点做起 有两个岗位可以给你提供 一个是行政助理 第二个呢 就是培训助理的岗位 谢谢 我们是一家高科技的企业 现在从事的是跟人工智能和VR相关的 到我们的总裁办 来做我们的外年的专员 我觉得你第一步的话 应该是做初级助理 那第二步的话 就是项目熟悉之后 我们可能会两年之后 把你外派到内蒙古 做城市负责人 谢谢 我给你的职位是项目组的 项目的助理 到底跟谁牵手 你要坚决和果断 行吗 行 去吧 不好意思 谢谢 不好意思 谢谢 不好意思 谢谢 有请陈昊 王琦 有请陈昊 王琦 彈琴 不上感情 请揭晓 六千一万二 你一万二有加吗 这是行政助理的 我这综合收入一万二啊 你这综合多少 综合也是一万二 我觉得综合就更可怕了 未来的成长空间比这大的多 我也改 别鼓我 别哭 别鼓我 别鼓我 不是 因为我们技技校的方式不一样 我们都是 无则底星跟技校是五五开的 所以我开八千 就现在综合收入一万六 你要改吗 我可以改 但是他综合收入 跟我的还不是一个系统的 我先说一下 你们俩都疯了 对 现场的同学们 陈昊哥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不带这样玩的 我来现在向你们解读一下 二零一七年最大赛事 就是两大教育机构的PK赛 两位老板 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 现在正在展示极实力 满满写的全是喜爱 看得像真爱 这个确实溢价比较高 因为我们这个含无险液金的话 已经超过两万多的成本了 就是像他开的一万五 不过话说王院长 他的确在这方面 没什么工作经验 从HR的角度上请您三思 你觉得他的正当的 这个价格水平区间是多少 我觉得就应该是6K到8K 6K到8K正常 王琪啊 你确认你要这么任性吗 第一啊 我觉得整场的表现 刚开始到现在 我看得出来 第一啊 他的反应能力是非常强的 你是他爸爸派来的间谍吧 我愿意 而且我特别相信 他继承了他父亲的性格 你了解他父亲 你认识他 我能从他身上看出来 他里面有特别男性的意见 你不是火星时代 你是火眼金睛啊 只是因为由于喜爱 确实啊 今天咱俩都有点冲动 都给的稍微高了点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 确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成了他的优秀 但是如果说一个行政人员 没有很多的经验 然后你们用一万五的工资 我是会认为说 电视机前的这个求职的小伙伴们 认为在这个舞台上 就可以这样子 其实我会隐隐于约 有一种担忧 这种担忧是什么 是因为增化在菲尼莫署上 所以我的同事会更多的去看这个节目 看完之后 他会产生一种不平衡 说 曾总 你给我的工资太少了 你看那个去火星时代去优生教育 行政 我一万五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引导 所有人都在做企业 但是呢 有人就做成了腾讯 有人做成了华为 对吧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成不一样的企业 所以我觉得 不能用一个标准的东西 来去看待所有的行为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现在的选择 你们可以看 对吧 我的企业就放在那 那我的选手也放在这 用事实来验证 我们今天的选择是对还是错 所以我也不跟你们争辩 我觉得对女慧最大的尊重 是给他恰如其分的心碎 对 是的 对 是的 认同的 今天这个老板可以因为其他的原因给你高兴 而且他们俩明显 你都在PK你知道吗 让你干掉 是的 一个错误的示范 会给年轻人多少错误的影响 一档节目是无法估量的 我刚才已经先承认了我们俩在有点非理性的冲动 这个熟悉观众可以回放 这在我给的底薪里算是理性中的伐质 可以这么来讲 我这不算说超出太力了 来 我们这样我们听一下李辉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我现在是一个职场小白 刚刚步入职场 基本上是零 所以我觉得王岐王总给我的这个价格 确实让我很意外 但其实对我是一种鼓励吧 非常感谢 我说三点 第一点 我觉得王岐每次开公司 他会兑现这我相信 但他的确有的时候非常任性 第二 我们尊重每个老板对于他所谓的人才认知的个性 那是他的权利 但说出反对的原因也有我们的权利 作为一个这个智商节目 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 但最后选择是你们俩的事 对吧 一万五 能拿多久 拿得烫不烫手 是你自行的选择 来 思考十秒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火星时代 优胜教育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火星时代 去吧 火星时代 老板是非常认可我的 我觉得是对我自我的一种肯定 而且我觉得这个老板提供的岗位非常适合我 先用一到两年来学习积累 成见自己 然后慢慢有一个核心的竞争力 有个综合实力的时候 我想做一个高层的管理吧 谢谢观看 谢谢